大家好,今天俄罗斯的高加索方向有一个突发的事件 高加索方向现在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通道 今天在俄罗斯高加索出现了基地组织恐怖袭击 当地监狱的情况 地点是在福尔加格勒 福尔加格勒当时的斯大林格勒 俄罗斯的媒体证实 俄罗斯的监狱的管理员三人遭劫持 古装恐怖分子索要一架直升机200万美元 并将恐怖分子从当地的监狱里救出 从现场公布的一些视频来看 犯罪分子使用匕首 对监狱管理办公室的一个官员 监狱官员实施了这个斩首 确实非常恐怖 目前是七人受伤一人死亡 死亡的这个监狱管理员 那目前的这个福尔加格勒地区的 这个苏罗维基诺附近已经封锁了这个街道 大家看一下 已经封锁了街道 现在呢 习者将监狱管理局的几名雇员 是作为人质 作为人质 所以这个还在对峙中 俄罗斯反恐部队已经抵达现场 所以福尔加格勒现在已经封锁了 这个福尔加格的地区是非常特殊 它是现在俄罗斯方面 向高加索 离海方向 伊朗和印度方向 提供石油的一个主要通道 印度也超过了中国 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那俄罗斯方面的很多外汇收入是需要石油收入的 那么俄罗斯方面在高加索的 这个油井设施 前一段时间也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 那油田设施遭空袭以后呢 它的共用能力在下降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方面和俄罗斯在高加索方向 那现在这个对抗的主要还是要切断俄罗斯对外的石油通道 最重要的是切断它高加索方向的通道 也就是印度 向印度共有的通道 所以未来高加索方向 除了美国乌克兰的无人机以外 还有恐怖分子 也就是高加索方向 向车臣方向 会有这个北约支持的 北约支持的武装分子 也就是北约支持的这个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也要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 那一名当地的这个毛拉 也就是当地的这个阿红 已经前往这个监狱 劝说伊斯兰国分子放下武器 目前这个事件呢 还在处理中 有最新消息 有再给大家汇报 那么今天的最新的还有个消息呢 就是俄军今天呢 在库尔斯克地区 和美国顾问兵呢 发生激烈战斗 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美国顾问兵啊 现在在库尔斯克地区 和俄军的这个交火 最新的消息 俄军呢 是击毙了约60名美国顾问兵 其中的应该是有来自于 这个北约的这个成员 我最后啊 把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最后这个视频 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播放 俄第810 禁卫海军 陆战旅第11 禁卫军 在库尔斯克边境区与乌军 顾问兵军团发生直接冲突 那视频呢 是拍摄在苏湛基附近的 科诺佩尔卡村 科诺佩尔卡双方发生了激烈的 这个巷战 这是美国顾问兵 或者叫美军和俄军 首次在俄本土 发生激烈的巷战 击毙60人 从画面中呢 其实可以看到 60名 雇佣兵啊 其中包括美军 还有装甲车 三辆科扎克装甲车 包括美国的M113步兵战车 波摩波2 都被烧毁 所以现在这个战况是非常激烈的啊 俄罗斯方面的今天的战报呢 也证实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 阻止了乌军 特别是美国顾问兵的进攻 根据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 北部集团军在陆军航空兵炮兵支援下 击退了乌军在 波尔基 马来亚 洛克尼亚方向的进攻 挫败了科马罗夫卡 科列内沃 马尔丁诺夫卡方向的进攻 在科诺佩尔卡方向 乌军阵亡多达70人 有60名是美国工病 两辆转车一辆汽车被摧毁 摧毁的是深入俄司领土的乌克兰武装备的破坏团体 在卡梅舍夫卡定义点 并摧毁了破坏侦察小组 乌军损失5人一辆汽车 乌军的第22 61 115计划旅 80空中突击旅 在阿帕纳索夫卡 亚历山大 维什涅夫卡 格沃 米哈伊洛夫卡 刘比莫夫卡附近 遭航空兵火炮打击 乌军的第41 54 82 95 空中突击旅 36海军 路上旅 101 103 106 129旅 以及驻扎在 亚历山大 罗夫卡 巴切 福斯克 布扬基诺附近的 乌军69步兵营 在沃罗恩 日巴 格鲁霍夫 卡门卡 米罗波利 莫里查 辛斯 洛伯达 奥伯迪 帕尔沃 麦斯科业 与俄军的激烈战斗 乌军是损失共400人 整个地区损失400人 17辆转亚车 其中包括一辆坦克 两辆不战车 14辆转亚车 两门火炮 多管火箭发射器 两门迫击炮 10辆汽车 库尔斯科方向 乌军 目前的整个损失情况来看 主要还是雇云兵为主 这个进攻的库尔斯科方向 还是雇云兵为主 克林尼沃这个方向 那俄国防部呢 今天也公布了最新的战报 我把最新的战报 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根据俄国防部呢 今天的战报呢 截止22号 沃尔·昌斯科方向的 北部集团军 在哈尔科夫 格罗伯科 利布齐方向 击退了乌军 57 92 36 海军 陆连旅 这是中国的陆军 总司令 访问莫斯科的画面 那乌军呢 今天在沃尔·昌斯科方向 损失80人 一辆多岸火车车 三门12毫米的 第三零轮炮 恩科拉夫电子战争系统一套 西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 44 67 115 计划旅 第三突击旅 103110 国民警卫 第一旅的进攻 在顿捷斯科方向 乌军的第12 亚速特农旅 第23 步枪营 四次反击被击退 乌军损失440人 两辆装甲车 11辆汽车 两辆格罗 格罗多岸火车车 一门美制的M198榴弹炮 两门FH70榴弹炮 英国的 还有格罗斯底卡 和一门第三零炮 南部集团军 是击退了24 28 54 69 56 59 摩布旅第143 144 步兵旅 第13地突击旅的进攻 在顿捷斯科的 佩列尼沃 格里格罗夫卡 恰俗亚尔方向 乌军的第116 117旅 共损失765人 四辆皮卡 一辆 多管火箭车 美国的M198 M77榴弹炮 各一门 英国的FH70榴弹炮一门 另外还有一门 152 12毫米 各一门 第三零炮和三门 美国的M119火炮 七个隐人 盗库被碎毁 中部集团军 是在顿捷斯科的 煤热 沃烟方向 解放了该市 乌军第32 47 100 计划旅 68 25 空中突击旅 95空中突击旅 109 陆防旅 接着任斯科 方向是 击退了乌军 53 151 15旅 五次进攻 乌军损失640人 两辆 哥萨克装甲车 9辆汽车 一门 美国的M777 两门 M2C杠壁 两门 第二零 四门 第三零 一门 美国之道 M119 东部集团军 击退了 乌军的72 105 127旅 在拉兹多 诺耶 马卡洛夫卡 方向 乌军的损失130人 八辆汽车 一门 第二零段炮 低线波集团军 在卡缅斯 戈耶 方向 扎布洛方向 击退了乌军 141 128 山地图旅 和三叔 海军 入远旅的进攻 乌军的损失70人 五辆汽车 一门152 第二零段炮 一门12 第三零段炮 恩克拉夫电子战 和野燃带库一个 俄军是摧毁了 一架乌克兰的米格29 三枚法国的制导炸弹 11枚海马斯 91架无人机 那么今天 敦尼斯科方向 有最新的战报 来介绍一下 今天在敦尼斯科方向 红军村正面 截止23号上午的9点 新格罗多夫卡 也就是红军村方向 乌军和俄军 目前是 在格罗多夫卡 北侧发生激战 格罗多夫卡这个方向 俄军现在 是已经占领了 格罗多夫卡的东南部 并试图沿 卡沃德斯卡亚大街推进 在该地区的中部 种植园附近 已被俄军控制 西南方向 俄突击群在 克拉斯诺亚尔地区 和克鲁托亚尔地区 与乌军激战 目前没有 发回现场的视频 所以无法证实 这个地区 现在的整个的战报 俄军现在正在 新格罗多夫卡 三号矿和格罗多夫卡 西郊 开辟道路 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 阿尔罗夫卡 尼古拉耶夫卡一线 俄军开始向 新格罗多夫卡 方向攻击 并成功的到达了 该地区的东南郊 俄军出现在 帕克瓦亚大街的视频 已经被发布 那么就是证实了 俄军这个战报 目前已经进入当地的 新格罗多夫卡的 地洞建筑发生巷战 俄突击群已控制了 基石拉克地区 新格罗多夫卡引南 通往米哈尔罗夫卡火车站 这个道路目前的战斗 还在继续 科特利亚 列夫斯卡亚 位于火站以西 现在这个方向的战斗 也是更加激烈 这个是矿区 控制这个方向 就可以控制火车站 在南意 俄罗斯武装部队 解放了普蒂奇涅 并在卡利诺沃郊区 发生战斗 同时 俄军占领该地区的 这个视频也没有发布 所以现在也不能说 完全就攻占了 这个卡利诺沃 列拜控制卡利诺沃 将使俄军能够攻击 卡洛夫斯科水库 以西的无军阵地 红军村当地的这个居民 现在开始疏散 当地企业已经关闭 赛利多方向的 自动取款机 有视频出现 被拆除 商店也已经全部关闭了 所以西的多方向的 乌军和当地老百姓 已经开始撤离 波克罗斯克 那么市中心呢 目前是红军村市中心 目前的多家商店和居民 实际上也已经开始 关闭和撤离 所以未来这个红军村的战役 周边地区战役 就将进入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期 最后的决战 那乌军现在整个的行动呢 是在 顿巴斯地区呢 是缺乏有效组织 乌军主力 现在都已经前往 这个库尔斯克地区了 那俄军呢 现在猛攻这个新 格罗多夫卡和赛利多 这两个定义点呢 是整个 红军村外围的重要工业区 因为有工业区 所以它有 非常强大的防御能力 赛利多和诺沃 格罗夫卡 这两方向 所以它是最后的这个 红军村 南部的这个防线 乌军呢 会 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这两个点 试图呢 拖延俄军进攻 红军村 所以这两个方向的进攻 会是决定 红军村命运的战斗 今天呢 普京呢 与亚美尼亚的 总理 潘尼西洋呢 进行了这个电话交谈 并讨论啊 亚美尼亚与阿塞比亚关系 正大化 弗拉基米尔普京呢 也和亚美尼亚方面呢 谈论了对巴库进行的国事访问 俄方呢 愿意继续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比亚和平 推动边界划定 议程 以及物流 畅通提供援助 双方呢 就双边议程交换了意见 那双边进行了这个贸易互动的 积极的谈话 现在亚美尼亚呢 实际上和俄罗斯关系呢 是出现了一个变化 所以不排除呢 亚美尼亚未来呢 会导向西方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对亚美尼亚也在发出警告 那给大家播放一下 今天呢 在 库尔斯克方向啊 北约公民兵和俄军的这个 激烈作战的画面啊 60名美国公民兵被击毙的画面 这个战斗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啊 整个战斗呢 实际是非常激烈的啊 首先呢 是M113 这是美军的M113 出现在画面中 俄军呢 和美军啊 这个装甲 步兵战车对射 大家开看啊 60名美军阵盲 俄罗斯损失 俄罗斯是损失的 没有报道啊 但是俄军呢 应该说 俄罗斯的这个 波木波斯安 俄罗斯装甲车 应该也是有损失的 俄军呢 现场是摧毁了 M113一辆 波木波二一辆 还有科扎克装甲车 数量 另外这次战斗中呢 美军呢 是雇佣兵死亡 是60人 乌军还有波兰一些 雇佣兵呢 也有伤亡 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呢 总共伤亡 应该是有70人左右 60人呢 全部是美军呢 现在也很难证实 但是呢 这个部队呢 是由外国人组成的 可能这个国籍里边啊 是有一些北约成员的 包括这个加拿大人 或者是波兰人 但是这个 乌鲁军的这个部队呢 现在可以说啊 指挥是由美国人指挥的 因为这是美国顾问兵组组 指挥官是美军 这是完整的啊 这个视频比较长 大家可以完整的看一下 这个画面呢 是被快放了的啊 快放了的画面 目前呢 现在在俄境内的 这个美国国民兵人数呢 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啊 但是泽连斯基呢 今天呢 抵达这个苏美等地 访问的时候呢 其实带来了更多的公民兵 所以未来美国公民兵 会大量的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而现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呢 也正在啊 考察是不是要派更多的军队和装备 来进入库尔斯克州 甚至攻占库尔斯克首府 以向普京啊 施加更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方面呢 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啊 被俄罗斯进行了警告 那不能提供导弹 那么就用人 就用公民兵啊 其实我不能派对吧 更加先进的武器啊 战机来轰炸 但是我可以什么呢 我可以使用 我的步兵啊 我的突击部队 使用公民兵来 轰击俄罗斯的这个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 整个村子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今天的战斗啊 是 我觉得是 史诗级的啊 史诗级的 这个不是拍电影啊 这是真实的战场 这是被摧毁的 克扎克装甲车 大致看一下 整个村庄被焚烧 被摧毁 这是今天的俄乌战场的 最近消息啊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